公正党的派系斗争随着即将展开的代表大会而进一步加剧 那这波角力除了在党内持续发酵 来到今天还似乎意外延伸到了马六甲州议会内 在今天举行的州议会上 州政府原本是要动议委员安华派人马的公正党州主席为上议员的 但是在进入表决的时候呢 属于阿兹敏派系的两名州议员 他们却突然离开议会厅 导致动议闯关失败 踏入最后第二天的马六甲州议会 首长阿德里在午休复会后提成动议 要求委任公正党马六甲州主席哈林巴哲为上议员 正当大家都以为动议能够顺利过关之际 表决却意外出现戏剧性结果 虽然西蒙在中议会内首握多两席的执政优势 但是在两名公正党行政议员林秀琳和贾拉尼突然离开议会厅的情况下 动议以12比13惨遭讽学 看到动议被讽学 反应敏锐的反对党领袖伊德利斯立刻出手 提议委任巫统马六甲主席阿都拉乌夫为上议员 并要求议会当场投票通过他的动议 伊德利斯突如其来的建议随即掀起了YB之间的争论 在议会厅一片混乱之际 州法律顾问向议会厅指出 任何动议都必须事先以书面方式提升给州议会才能进行 最终这场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的僵局 在议长宣布凶会之后才告一段落 阿德利教后在不出议会厅时坦言 他并没有想到动议会被否决 虽然还不清楚两名州行政议员为什么会突然离席 但他不认为这是有自家人在搞破坏 我并不认为有抗议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抗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